近日,吴亦凡被警方刑拘 晚上关于他的讨论却从没有停止过 有余记发长文以爆出吴亦凡曾经的多项恶劣行为 他称娱乐圈以为男海王致使无国素人女孩粉红小猪怀孕 一起染病 女方父母由于斗不过 只能拿钱和解忍气吞声 便带孩子去做了手术 和正式和解协议给女方家庭引来大火 由于协议中有要挟被逼无奈这样的字眼 女生被海王以敲诈罪起诉 这时候女方父母悲痛欲绝 因为孩子还处在治疗的关键阶段 闹这一出吴云把他往死路上逼 于是只好跑到海王公司请求和解 谁知道海王的干妈直接派保镖把一家人轰走 女孩的父亲无奈只能想办法接近海王 一次他跟踪海王到了酒局 海王喝完酒后竟然自己开车 父亲抓紧机会想拍下证据当把柄 结果被卷到了车底 最终落下残疾 由于双方都有对方的把柄 这一事情才告一段落 而有网友猜测文中的海王正是吴亦凡 干妈则是他的亲妈 目前此文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大家理性吃瓜哦